來自慕尼黑的浪女士 專門拿了幾天休假 來柏林參加各種慶祝活動 作為西德人 她很敬佩東德公民抗爭的勇氣 以及她們的和平堅韌精神 今年69歲的德恩 在前東德出生成長 參與組織了柏林牆倒塌前的 和平抗議活動 退休後擔任導遊 為觀眾解說柏林牆倒塌前 東德民眾和平抗爭的里程 德國國會議員帕瑟爾特 也來自前東德 他一直記得六次天安門大屠殺的畫面 慶幸這一幕 沒有在推倒柏林牆的過程中發生 在11月9號柏林牆倒塌紀念日 各界人士在柏林牆遺址公園集會 呼籲公眾和德國政府支持香港爭民主 德國 香港 臺灣 藏人 維族人和中國大陸代表發言 力挺香港譴責中共的暴力獨裁 過去東柏林西文這中間隔著一座圍牆 而今圍牆安在 而今東德共產政權安在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挑戰 對中國人來講 對香港 臺灣人 突破人 還有這個新疆人來講 但是對整個世界也是個挑戰 這是一個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怪胎 當他講中國強大起來的時候 有多少的中國人自己 死在這一個讓中國強大起來的政權下面 新唐人記者伊人 鄭彤 德國柏林報導